大家好 這個單元我們介紹的是這個立領圖形 立領圖形 那這個單元其實還蠻簡單的 可以趕快跟我講一下 好 首先第一個你要為的那個圖形的就是這個 長方體跟正方體 好 什麼是長方體呢 下面就給你們 這是長方體 簡單講就是一個長寬高都不一樣的 這種所謂的四面體 這不叫四面體 叫六面體 這順便講一下 這叫六面體 因為那天你知道嗎 那天有個那個學生問問的是 什麼是四面體你知道嗎 四面體體是三角椎 等一下我們告訴你 所以這個長方體你把房子寫上去 這個右的名稱叫六面體 好 那這個呢 你自己看一下 這應該很簡單嘛 八個零點 十二個邊 六個面 這個我喜歡應該很簡單 重點是第二個地方你把它打一顆心 這個也不難 就是說長方體的話 它的相應兩個邊一定會互相垂直 有沒有 一定會互相垂直 垂直 OK 然後你要會的東西是你要把它的展開圖畫出來 好 我舉個例子 這邊 這是它的底面的部分對不對 相當於這個面 OK 所以你把它往外拆 把它展開之後就變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側邊就像在這裡 那這個側邊呢 就像在這邊 會啦 然後上面這塊呢 上面這個面就像在這邊 這長方體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很簡單 好 那正方體跟那個長方體呢 基本上完全一樣 差別是哪邊 它的邊 它的那個什麼系列 它的六個面都是什麼系列 都是正方體 簡單講它的那個長光膏 都應該相同 長光膏都相同比較什麼系列 在正方體 但是它的長開骨 這個我想應該很簡單吧 這個小子就學過了嘛 會啦 好 那重點是下面的那個角柱跟腳椎 角柱跟腳椎 好 首先第一個 什麼是角柱呢 就是把畫起來 有兩個 有兩個全等的多邊形的底面或底 簡單講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裡 你把它畫起來 這邊跟這邊 上下各有一個相同的那個底面 跟有一些由長方形所組成的這個側面 像這樣組成的呢 就稱為什麼 角柱 那當然它的那個底面如果是N邊形的話 我就稱為N角柱 所以你看這是三角柱 三角柱 三角柱就是它的那個底面是三角形 然後側面的話是長方形 有三個邊 三個面 會啦 然後呢 這個是四角柱 其實四角柱就是什麼 就是長方體 然後後面真的是五角柱跟六角柱 五角柱 這個我覺得該不拿吧 會啦 這個再角柱 可以 好 第二個一定要長方形在做 它的 展開圖 好 展開圖的話 你要記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你把這個地方把它剪開來之後 展開之後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 上面的部分呢 比如像這個地方 我要畫個五角柱對不對 五角柱的話 第一個 這個邊啊 一定都會是個什麼 正五邊形 所以這個邊都會一樣 這個你自己畫一下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齁 阿你把它組合起來 其實就是把它 你把這個把它往往上摺 堆堆堆堆 飛出來 齁 這個我想應該不難吧 可以啦齁 好 那這邊有告訴你說 介紹你說什麼 有幾個邊 幾個面啊 這個我想應該 不用我說的吧 齁 這個 小魚就會的東西 不要浪費時間了 好 再看一下腳椎 腳椎跟腳做什麼不一樣 這大家記一下 腳椎的話呢 是只有一個底面 它上面的部分呢 是個頂點 齁 是個頂點 OK 所以腳椎的話 我們講它是個多邊形 然後側邊的話 來畫起來 它的側面是個等腰三角形 把它圈起來 側面是個等腰三角形 齁 所以這邊介紹分別有這個 六腳椎 四腳椎跟八腳椎 好 OK 那所以四腳椎的話 當然這個側面是個正多邊形 這個是個正方形 然後這邊是個什麼 等腰三角形 這樣子 會啦齁 那你要會的東西是它的什麼 它的展開圖 好也是一樣 你說這個五腳椎 從這邊把它展開來之後呢 就是這個邊長都會一樣 這個是等腰 這樣子 會啦齁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OK 好這個你看一下 來吧